大家好,欢迎你收看老河的种植笔记 这个蒲瓜是我大苗下地的 现在授粉成功的一个 然后它这个叶子已经很多了 就可以牛瓜啦 什么时候牛瓜呢? 那其实也没什么 你看你自己的瓜长了多大 如果你只长这个矮矮的 那肯定叶子不够,你肯定不能牛瓜啦 你像现在这个叶子已经很多了 干嘛不牛瓜?肯定牛啦 英国的天气 是吧?能收就收 这个蒲瓜啦 它有个特点 祖茫 你看这个祖茫 全部都是公花 但是公花作用很大呀 你没有公花你就算有母花也没有用 这些 侧茫长出来的才有公花 如果如果你只种一颗的话 祖茫你不用去打顶它 你就直接让它长 先保证公花再说 然后侧茫它会划出来的 就像我这一颗这样 祖茫长那么高的 侧茫 侧茫划出来它自然就结果了 然后还有呢 如果你种的是 两颗的话 像我这样 其实我种了三颗 我那边 我这边还有一颗 这边一颗也是 也是祖茫山区的 然后呢 没有打顶 然后这个公花 这个花 花拿出来烧粉 它这个花粉在下面 花粉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一定要 扒开一点 花粉露出来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烧粉了 这样就可以 然后它会有很多的母花 这个扑瓜 你不要怕它没花 没母花 像这一颗的 这一颗我就打顶了 把上面的顶打掉 让它花一点侧茫出来 因为我有两颗 能保证它的公花 我一颗都打顶 车满多一点 就早点结果 然后呢 这个扑瓜 我之前的疼 在处理的时候 折断了 其实瓜这种折断的 没有关系 你不要觉得折断了 你就要把它剪掉 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不影响它 它营养的素素 这边还折了一点点 都没有关系 你有时候呢 有时候你长得太万圣的瓜 你可以把它的主干给破一下 你可以控制它的土长 能找结果 所以呢 像这种创伤根本就没有问题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些 感谢你的收看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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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